据台湾媒体报道 侯友宜选上市长后 与国民党保持了一定距离 在韩国瑜投入2020选举时 侯友宜拒绝担任其新北市竞选总部主委 被党内人士批不识大体 谁是竞选主任委员 那就是我们新北市的400万市民 只要400万市民 日人侯友宜做得好 那我们前例以赴 才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如果说日后做得不好 你谁请谁来当竞选主任委员 都没有用 2020选举国民党大败后 侯友宜又以对选民的承诺为理由 否定参选党主席的可能 新主席江启臣上任后 跨出改革第一步 成立改革委员会 侯友宜以在任县市长身份 接下改革委员会委员一职 却婉拒出任指定中常委 接哪一些位置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角色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新北市的市长的角色 这个角色最重要 我也会把党员的角色做好 沟通的管道很多 不限于哪一个位置 随着侯友宜的支持度和声望越来越高 她的未来走向频频成为外界讨论的话题 今年7月侯友宜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 一句谁说我一定要连任 被外界解读 她可能有意职攻2024 而国民党内也传出力拱侯友宜 搭配台中市长卢秀燕挑战2024的声浪 对此侯友宜始终不为所动 回应四两拨千斤 确计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完全不要去考虑政治的问题 考虑选举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